選擇籌碼強勢股 操盤手非你莫屬 大家好 我是籌碼大師李宗欣 昨天美國股市相當細句話 納斯達克和費城半導體的大漲 當然也帶領了今天的台北股市一開盤 老師你昨天不是說時日均線是壓力嗎 對 技術民的時日均線確實是壓力 時日均線和季線 我前兩天說的 今天一開盤時日均線就站上了 但是季線是還沒來 一早大盤成長了300多點 最高接近季線 當然因為早盤是在衝太高了 衝高之後出現了一些短線的賣壓 不過今天這根紅棒還真的滿厲害的 因為直接把這個壓力 時日均線的壓力竟然給站上了 今天本來最熱門的航運鋼鐵 在前幾天跌得很慘 這幾天反彈 老師你昨天不是把航運給出嗎 確實 後輩也不好意思 今天少賺一根停板 今天航運股繼續漲停 繼續大漲 我個人看法短線上鋼鐵航運 建議各位真的不要再追了 因為短線上有的漲三根 有的漲四根停板 漲了三四根停板之後 短線上也出現了比較大的乖例 也就是說低檔買的人現在要賺錢 你期待說這個地方繼續再噴出大漲 跟前一波一樣 我個人看法可能需要一些時間整理 接下來該選什麼股票 應該才是今天節目的重點 那麼想想看在禮拜六 禮拜天 當時確診人士突然暴增 變成180多人 變成200多人 在就禮拜六 禮拜天 就前幾天上禮拜 所以今天在這個禮拜 禮拜一的開盤之前 其實全市場是陷入極度恐慌 風聲鶴唳的 這個禮拜一就是5月17號 但是我在5月16號的大事業化 怎麼跟大家說的 因為我知道5月16號那天禮拜天 大家都已經嚇了半死了 我徒弟說 多少客戶每天找他 這兩天一直在找他 5月15 5月16 禮拜五 禮拜六 禮拜六 禮拜天 因為他那天這兩天 都在券商開會 沒辦法 因為不曉得券商會不會有人中獎 有沒有分公司會停擺 大家都很緊張 客戶也很緊張 但是我在5月16號 禮拜天那天晚上跟各位說 疫情一定會過去 此時應該賤賣手中持股 還是要跟外資一樣大減便宜貨 結果禮拜一外資還真的大減便宜貨 當天盤中重挫 破前波低點 跌到15 159 可是當天跌跌板加速一堆 我們也進場 我們也跌停 我們陽明海運進去 當天還收跌停 結果陽明海運連漲4根停板回來 禮拜一跌停 2 3 4 5連漲4根停板 所以操作上 當大家最恐慌的時候 你是不是該看看大事業化 到底怎麼說的 當時我就跟各位說 會不會跟3月18號一樣 去年3月18號 最低點的前一天 當天我在大事業化預告 我隔天要去買股票 我避開這一段 隔天3月19號我要大買股票 我去年3月18號在大事業化預告 我為什麼隔天要買股票的主要理由 短線管理過大 然後隔天大盤跌破10年線 重點是融資維持率竟然不到130 結果果然在3月19號恐慌大沙盤 10年線跳空長黑跌破 最低點來到8523 我們買了大概10檔股票 10檔全部收跌停 因為當天超過700家跌停板 當然客人 會員 盤中也不好意思來問我 都去問他的業務員 老師今天怎麼買股票 都跌停 今天買股票你看都跌停 結果隔天 隔天大家會說 老師好棒棒 今天股票全部都漲停 所以那是一個情緒的問題 就像禮拜一 禮拜一我買股票的時候 也跌停 楊美韓語買股票也是跌停 買股票跌停 隔天就漲停 所以當大家最恐慌的時候 我常常說 我會去冷靜的思考 另外一種方向的可能 就像禮拜一大家最恐慌的時候 我不是禮拜一跟各位說的 我是禮拜天晚上跟各位說的 你到底要跟大家恐慌沙盤 還是要跟外資一樣 真的撿便宜貨了 結果禮拜一 大盤重挫 外資不是買了300多億嗎 333.9億 禮拜二繼續買 當然這兩天 外資有在做調節 禮拜三 禮拜四 昨天前天都有在調節 昨天三大反多賣超 融資也減少 今天竟然能馬上站上 十日均線挑戰季線 倒是滿厲害的 真的是滿厲害的 好 你看看這個 禮拜二的長紅 是不是幾乎在預期之內 當時我就說來到壓力區 好 老師那壓力 你說壓力過了 第一道壓力過了 十日均線壓力過了 第二道壓力還沒來 當然還好的是這樣說 因為重點是要觀察大數據 因為我個人定義個股的多空 就是說跌到季線之下的 十日均線也在季線之下 那屬於空頭走勢的股票 那空頭走勢的股票 它如果要轉牆回補 堅決條件要站上十日均線 當然今天大盤站上十日均線 所以站上十日均線 本來空頭的股票 變成空單回補的股票 也不少了 你看一下今天大數據 今天大盤瘦盤漲了250幾點 259點 真厲害 多單增加7檔 空單少了35檔 平倉35檔 所以今天分數 好嘞嘎仔 今天的分數稍微增加了一些 但沒有增加很多 大家也不用太開心 沒有增加了非常多 好 這個叫不出來嗎 出來了 好 來看看 今天6.4 昨天是5 6.4還好對不對 也沒有明顯的勾起來 下禮拜應該是重要的觀察重點 因為我個人設計的空單回補 不只是要站上十日均線 還有一些籌碼和量的變化 所以你就每天關注我們籌碼大師 晚上的大事業化 除了30年操盤經驗的分享 還有每天的籌碼表格 所以我幫各位打造了一個 專業操盤手的分享平台 你當然一定要加入對各位 當然有幫助 左邊是Telegram的QR Code 右邊是LINE8的QR Code 趕快掃描成為我們的好朋友 剛才跟各位分享 最重要的重點應該是 接下來要買什麼股票 這個行情 本來在禮拜一 大家真的痛不欲生 融資減掉了162億 是史上第二大 對不對 我記得前兩天也都跟各位分享 史上第一大就是 民國88年7月17號的兩國論 你說李登輝前政總提出來了 因為那個時候造成兩岸非常緊張 投資朋友也是瘋狂的 把股票來做出脫 也因為這樣 他出現了比較像樣的反彈 但是最強的反彈還是要等 融資的減幅超越大盤跌幅 所以在禮拜一融資這樣一減 融資減了20幾億 20幾% 大盤減14% 所以融資的減幅 遠遠超越大盤跌幅之後 大盤出現了一個像樣的反彈 現在到底是多頭走勢 還是空頭反彈呢 如果是空頭反彈要怎麼做 那多頭走勢又該怎麼做 我個人的看法 個股類股差異倒是相當的大 傳產例如說鋼鐵 航運 紡織 甚至有一些的宅經濟概念股 它仍然是多頭走勢 那空頭走勢 例如說電子股的跌身反彈 它是空頭走勢的 大部分投資朋友 比較喜歡買低檔和底部的 我這樣跟各位說 低檔底部的股票不是不能買 有些時候操作要有一點耐心 底部的就是這樣子 當然可能各位覺得 那我可能底部風險小一點 我買底部的總比 那追那個創新高的股票 好像看起來很恐怖 以操作效率來講 還是要買強勢股創新高的為主 但是底部股票不是不能買 一個先決條件是什麼 跌身 跌得至少要超過40%以上 最好是50% 60% 看看有沒有跌70%的 跌身之後正在打底 然後出現指標的低檔背例 例如說像陽明 這段跌了40幾% 從32塊1毛5跌到18塊7 就這天 這天最低是18.75 18.75 當時跟各位說 陽明海運低檔背例 結果陽明海運從18塊7 他KD指標出現WD型態之後 從18塊多一路漲到105 漲幅超過5倍 這就是跌身股低檔背例的魅力 像我昨天吧 昨天真的還滿有趣 怎麼說 昨天一位新進會員 特別會員加入 他手上有一些股票 他手上股票也不多 這位小姐也還滿年輕的 我跟他聊天的時候 我說你身體好年輕 他不會 老師我小孩已經小學了 他手上有一些股票 一看 就是我在節目裡面介紹的股票 或者是這個禮拜我參比賽的股票 當然這兩檔股票 我舉例來說 這兩檔股票昨天套牢 昨天還是下跌的 他跟我說 老師那這兩檔底部的股票 我說這兩檔是不是看我節目買的 他說是 那怎麼辦 老師我說這檔股票續報 他應該會打完頭肩底的型態 例如說一檔股票叫四星 四星KY是我們上個禮拜 叫經濟日報比賽的股票 那四星KY是 上個禮拜 經濟日報 所有參賽者裡面 漲幅最大的一檔股票 最爛了 最弱了 他股價跌了超過七成 從六十幾趴 從一千塊跌到三百 六十三塊跌到六十六點五趴 真的 跌了六十幾趴對不對 算出來 六三點五趴 跌了六十幾趴 好 跌了六十幾趴 結果我們比賽的時候 他說他是不是完成一個底部型態 對不對 我們在這裡比賽了 就真的上來了 所以那個禮拜 就是上個禮拜 創造了不錯的報酬率 好 那我們看一下今天吧 今天有趣的來了 其實我盤中運了 四千塊最後收漲停 昨天看起來好爛 今天變成漲停 先跌的電子股 先止跌 所以一般來講 我跟各位分享一個觀念 為什麼要買低檔背禮 這裡是最低點對不對 等到他這個底部型態出現的話 如果這個地方頸線過了 他就會變成頭肩頂 左肩 頭部 右肩 頭部當然比左肩更低 對不對 所以幾乎頭肩底的型態 他的頭部最低點的位置 他KD指標都會出現什麼 低檔背禮 所以這就是買最低點的好機會 買最低點的邏輯 為什麼買這裡 因為他在底部低檔背禮 未來走走走 如果下禮拜一再一根長紅 突破這個頸線 這個型態大家都看懂了 他是頭肩底的型態對不對 我相信對技術分析 稍微有點概念你就知道 可是在這裡的時候 你看得出來嗎 看不出來 這股票好爛 對不對 這是上禮拜的比賽股 也是會員 新會員手上的死股 另外一檔 我們上禮拜比賽股 不是有一檔叫做金利科嗎 對不對 今天金利科也漲停 這兩檔是電子股裡面最先跌的 跌最慘的 你看 從615跌到160 跌70幾% 有沒有 最低點 現在如果這裡漲上去 一樣型態 今天漲停了 下禮拜如果公益跟長紅的話 它也是一個頭肩底的型態 對不對 左肩頭部右肩 那幾乎頭部的最低點 都會出現什麼 KD指標的低檔背離 有沒有去 還真的有去 那個會員 還有一檔是哪一檔 3138 我們看3138 換個KD指標吧 KD指標的低檔背離 3138之前跟各位說 這裡創新低的時候 KD指標最低在這裡 對不對 在這裡 連續好幾根跌底 股價在這裡創新低的時候 KD指標沒有在創新低了 這位新會員 昨天跟他一對一 昨天在跟他檢視持股的 這位新會員 他有3661四星KY 昨天的藥燈看起來不怎麼樣 今天藥燈也漲停了 3138 也是我在節目裡面介紹的股票 也是這個禮拜 在經濟日報比賽的股票 這是他太晚漲停了 今天才漲停 如果比到禮拜一的話 我就冠軍了 因為今天好幾次漲停 我記得禮拜一 各位你還記得 因為禮拜一就很恐慌嗎 大盤大跌嗎 當然有參賽的同業 全部都選所謂的防疫概念股 他選了五檔全部都漲停 或是說老師 那時候你應該全部重壓 防疫概念股的話 這個禮拜你都冠軍 我就跟那些會員說 我們參賽或帶會員操作 不是賭博 賭這個禮拜所謂的台股疫情 一定怎麼樣 然後防疫概念股已經全部噴出 各位如果你有看防疫概念股的話 今天的尾盤 防疫概念股 所謂比較沒有實質獲利 例如說1325恆大 口罩的 噴了好幾根 這兩邊跌好慘 我之前就有說過 台灣有在缺口罩嗎 我家裡都好幾百個口罩 對不對 所以這種口罩概念股 你覺得它真的是防疫股 它有實質獲利嗎 口罩會漲價嗎 大家口罩多得要死 各個賣場各個藥局 不是都在批發便宜賣口罩 打折賣口罩嗎 口罩太多了 所以防疫概念股你要分清楚 所以雖然這個禮拜 我沒有全部都重壓防疫概念股 我分批壓 各類股都 今天的 曜登不是這個禮拜比賽的嗎 漲停 陽明海運不是也漲停嗎 急勝今天又漲停 不是嗎 今天急勝也漲停 5月21號 這是這個禮拜比賽的 所以當然 我說我的操作是一個 縱觀全局 而不是帶著會員去賭博 反正賭贏就贏 賭不贏再說 我們操作不能這樣子 尤其是帶著會員 比賽可以拚拚看的 比賽 反正是比賽 但是我們比賽實際 是帶著這組會員去買的 因為我們有一組會員 他就是買參賽的股票 就是因為發現 老師你經濟日報參賽的績效不錯 像這個禮拜大概5% 對不對 5%500萬進去 就一個禮拜就25萬了 之前參賽前一兩個禮拜 還有10%的 500萬進去 就多50萬了對不對 好 而且我說會員超會算的 老師你是用收盤價去比賽 我們今天盤中去買的話 今天已經賺5%了 比你比賽的績效更好不是嗎 我說對 真聰明 所以我們今天也進場了一些股票 其實應該要 我們留在下個階段要跟各位分享 這個禮拜 老師你打算比賽什麼股票 什麼族群 那你今天帶你的金傳會員 比賽組的 這個組別的 會員買了什麼股票 這個我相信是大家想要知道的重點 當然我也不用蓋牌了 因為你禮拜天看經濟日報 就看到了 所以下階段要跟各位分享 我這個禮拜參賽和買股票 的邏輯 那如果各位 你沒有辦法準時兩點收看 我們的節目的話 很簡單 來 你就訂閱我們籌碼大師的 YouTube官方頻道 最新的市場資訊 讓各位戰無不勝 當你看節目的時候 記得按讚 訂閱 點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我們先進廣告 下見到回來 我們大家來 我們來 去看 找一份 我來 我來 去看 要你 你 看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用投资准确性及失效性 用心对待每一位会员 用经历独到的投资建议 我们是你永远的依靠 我们是你用投资的不二选择 永辰国际投雇 用诚信专业创造绩效 一通电话财富翻倍 一通电话希望无限 永辰国际投雇 入位专线 02-2563-9777 02-2563-9777 机身型脑头不痛 白花油 被文车咬一口 不怕中 啦啦啦啦 玩一百花油 嗨 大家好 今天要来开箱最新的手机报税 这是财政部报税网站 健保卡 选行动电话认证 登入系统 输入身份证号 行动电话 和健保卡号验证身份之后 就可以申报了 也可以用户口名簿 户号加查询网 或是台湾FIDO 验证身份 想实 效率 一直搞定 快 来用手机报水 研究发现 含维他命A 综合眼药水 能舒缓疲劳肝炎 来 维他命A直接补 就多 不是这样补 诗美录博士杰 炎药水 独创维他命A 稳定吸收技术 直接补营养 舒服又水亮 诗美录 博士杰 炎药水 你觉得我不守规矩 甚至没有廉耻吗 我不甘心 曹萍是后组长的 竟敢去撩拨国朝 唯一的公主 管家怎能不胜一火 周一至周五八至十点 四四匹爬润侯堂 博士杰 掌握市场先机 中市给您独到的投资建议 每周一到周五 下午两点 筹码大师林中兴 请看中市带您掌握市场趋势 欢迎来到车马大师 上一阶段跟各位分享 大盘今天真的满强的 直接跳空站上了 本来的压力十均线 不过横更在上方的季线 今天出了一个上影线 显然季线还是蛮实质的压力 至于说老师它未来会不会突破 未来这个盘是好像恐慌 最恐慌的时候 在礼拜一好像已经过去了 既然过去了 我们是应该选择一些股票 来做多 因为礼拜一融资减了一百六十几亿 出来的资金 大家都想要买股票 今天的盘面上最热的主情 还是航运和钢铁 钢铁找盘弱势 五盘也拉起来 到底要不要拿航运和钢铁 来比赛呢 这个当然也羡慕两难 因为助理在跟我讨论 老师 这个礼拜要不要比航运 你想想看 阳明海运礼拜一跌停 礼拜二 三 四 五 连续涨势跟停板 我们要比赛的是 当会员我们也 昨天也获利出场 现在就是说 因为比赛的逻辑是 这个礼拜五 今天的收盘 到下礼拜五收盘来做比较 涨跌幅的比较 我们期待说 阳明已经连涨四根停板了 到下个礼拜五 他还能涨多少 涨30% 50% 还是正当之后会回档 整理 这是其实参赛 最苦恼的一些问题 就是你要认为 你认为这个投资组合 在下个礼拜 如何能帮这一组会员 创造比较大的报酬 这是我们每天在帮会员想的 也有不是比赛组的 正常波段操作组的会员 买什么股票 我等一下就跟各位分享 这个是上个礼拜 我们连续两个礼拜 再进去拿冠军 这个礼拜差一点点 下个礼拜我会继续 努力加油 例如说这个礼拜今天吧 因为会员就把比赛股 比赛组的会员 今天把 对不对 集圣这些股票出掉了 今天买什么 买台药 买这里 所以会员多会算 你看买在这里 我们是用81块8去比赛的 会员买在77的 这里已经赚7%了 如果比赛这档股票赚17% 赚10%的话 会不会已经赚17% 因为会员买在这里 对不对 我搞的 买在这里 买在这里 我说那组会员还真的很厉害 所以你看 为什么买它 因为它第一季赚9块钱 当然是业外 可是本益比还是很低 对 它是多头左四的股票 出现供局新号 昨天再加码 今天又来了 对不对 贺金赚会员的持股 今天台药工掌停81块半 81块8 还有哪一档 这档 宅经济一定发酵 大家关了家里面 货运会忙得钥匙 对不对 家里大冬大冬货运 这里买的 也涨停了 货运会不会算 超会算 这里买还打4%而已 这档 我用54块9去比赛 货运是买了51的 对不对 买了这里的 为什么比他 创新高的 就是 这一组会员 就是参赛组的会员 你就要敢买强势股 要敢买强势股 因为强势股 就以操作来讲 他比较能在比较短的时间 获取比较大的报酬 底部的股票 底部的股票需要一点耐心 但是波段持有的话 报酬率也相当的惊人 这就是短线参赛 和波段操作的不同 家里大冬今天也喝涨停 今天也喝涨停 翟佩通也是一样 今天也涨停 翟佩通今天也涨停 这三档也是我们的参赛股票 这个礼拜 所谓的疫情受惠股 我认为是这些 而不是所谓的疫苗口罩这些 因为我们的疫苗 会得到国际认证 可能还不知道对不对 我们的疫苗 是不是 所以相关的疫苗族群 我个人觉得 还有口罩的防御衣这些 可能不是真正的受惠族群 宅经济的受惠的机会比较大 比较有实质受惠的几率 所以波段的股票 就这些 波段的 反库存在最高 股价低档背离腰斩的股票 这些都波段持有了 买在低档 大波段操作 获利也相当惊人 反库存在最高 股价KD出现低档背离 就跟四星KY 该3138要登一样 328金利克都一样 今天金利克也涨停 都是什么 反高库存 股价低档背离股票 这些股票 你就一档一档跟上 你的选择很简单 可以看盘的 把大师决策系统带回去 如果你是上班族 退休族 你不能盯盘的 盘中及时讯息带到 好股票出现好买点 第一时间带各位进场 好朋友 拿起电话 立即拨打支付专线 成为支付赢家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适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我一起不继续 自己是好好的 优优独立则 是才能资料价式的 最后一天不敬礼物利益关系 么是最后一天不孤立断 最后一天不敬礼物利益关系 就不敬礼物利益关系 所以每天不禁礼物利益关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